好了好了 今天是星期四 跟大家組做這個《如是可聞》 今天《如是可聞》我仍然想講講印度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因為印度最早的來中國的交通 經商、傳教等等都是相當頻密的 它也是中國以外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現在常存 可惜它曾在一度是亡了國 而中國這個文化是念念不絕 從來都不算是亡國 它是被蒙古人統治過 被滾州人統治過 但是蒙古人、滾州人都是中國人 所以五族共和之下不是漢族的主權 我們都應該當作是中國人的統治地方 在之前印度這個名稱有很多不同的譯法 當年曾經叫做Sindu 譯做心毒 身體的身 毒又是毒 這是一個譯音 當年的說話 又跟意思呢 讀不讀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呢 在中國人的譯名來說呢 很多時候呢 對少數民族是比較歧視的 中國人的習俗呢 逆身毒之後呢 後來呢 在漢朝之後呢 因為呢 東漢的時候呢 建立了一個叫白馬子 在諾陽 那我也有很多年前去過 就將印度繁文的佛經在那裏播譯了 所以很早以前 差不多2000年前 已經跟中國有貿易和傳教文化的來往 印度來講 相當大的一個半島 這個半島在近年 一百年內 就發現過它有最早的原始文化 這個文化在印度河的流域裏面 兩個古城 古城已經是一個遺跡 沒有人居住了 但曾經有街道 有其他的文明的跡象 即是幾樓大的一個古城的建築物 證明了中國和他的歷史都不分上限 很有可能印度的歷史 還比中國漢祖的歷史 記載下來的歷史 會更早 在印度這個地方 最早期的主權 就被在北邊來的阿里安人佔據過 佔據了之後 就成為印度人的主要種族來源 阿里安人如果是在萬年前 接近5000年前 這些人種是歐洲高加索的總事 所以 如果我們看到阿里安人 歐洲人的印度 現在變成印度人 我們都會覺得是歐羅巴總 他不是亞洲總的人 弓鼻的 阿里安人 當然我們都知道另一種 阿里安人很自豪的就是德國人 認為希特勒認為自己是阿里安人來的 所以 這個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今天不再講 那個阿里安人是藍遷之後 就分開了兩個大的不同的方向 一個就去了印度的半島 就是現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 當然也包括後來分裂出來的布拉格德斯 和印度幾個小國 北丹和尼泊爾 這些都算是印度的 阿里安人的口裔 之前有個小國叫石金 後來被印度滅了 後面還有一個叫石蘭 石蘭一島 現在的斯里蘭克 就是當年也是一個印度南端的一個海道 就是我們會講到印度阿里安人 入侵了之後 就是他怎樣處理這個地方 另外一支呢 就去了比較西邊 就是現在的阿富汗 或者伊朗 這些地方的人呢 都是阿里安人的口裔來的 他們就不是印度人那樣的總事 那這裡的話題講開了 我們不妨講講 香港人呢 叫這些南亞裔的印度人呢 叫阿叉 其實這一字呢 並沒有 並沒有 並沒有一些鄙視 或者歧視的意義的 這個阿叉呢 當年呢 是因為很多印度人在亡國之後呢 他英屬的地方給了一個機會 他們來了香港當差 當差 就做了差人 在古時就叫警察做差人 因為他是印度人當的差 所以叫做印差 印差的差字很容易轉音就會差 就變成 它這個字也讀差的 那麼 差一差 所以呢 差人的差字轉化過來 那麼 不止香港 在當年很多租借地的上海呢 都有這種印度籍的警察 或者是 現在叫做保衛工作 或者是 現在叫做保衛工作 那些人呢 產生畏懼或者是 交通不到 那麼 聽話一點 那這個呢 也是用這個 差的原因 那另外呢 我們曾經 我們曾經 古老的香港人呢 都聽過一個 一個 說法 叫他們做 摩羅 摩羅 摩羅這兩個字是一個陰影 又沒有一個 所謂 啼視 啼視 或者 侮辱的意思 那這個呢 就是 摩羅文 在印度人的其中一種種族 摩羅文 譯了做 摩羅 在伊朗 或者 阿富汗那些人呢 因為他從那個 包頭不同呢 在印度呢 有一種呢 食黑族呢 就是用 因為他不剃頭的頭髮的 很神聖的 就用布呢 包著他 一個大的包頭 那這種呢 就 就 這種生活習慣和裝飾呢 就 使得中國人呢 認認了印度人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每個印度人都是這樣 那麼 在阿富汗 或者伊朗呢 他們的後裔呢 他們的後裔呢 都不是用這樣的方法來包頭的 他們另外一種包得比較方的 那這些人呢 就 我們香港人都叫做 白球摩洛 那麼 描寫他呢 包著頭髮的那種八個 那麼 當然呢 在波斯呢 也有所謂的波斯教 這個教呢 在明朝的時候 是相當之盛行於中國 那時候叫做謙教 那麼這個字呢 那這個字呢 那麼 當年呢 這個 這個 是很早期呢 差不多比 耶穌基督更早期的波斯人 他們看星象的 那麼 在聖經裡面呢 講到三博士 其實不是博士 我們亦了做博士 其實呢 就是 術士 三個術士呢 奉獻了黃金乳香沒藥 來給這個 小耶穌 那麼 這些人為什麼會來呢 因為它是從波斯的星象學看星 看到大衛星呢 而一直跟著星呢 就覺得是 凡間呢 是會有一個黃出現 所以跟著就送一個很名貴 那時候黃金乳香沒藥 都很名貴的禮物送 那究竟是屬真 屬假呢 就是我們呢 後代就很難拆得到 而呢 某些學術上的成就的人呢 居然呢 說到同期呢 在中國呢 會出現了這個大衛星 那這些就是專作負貨了 啊 我不敢苟堂 而且呢 大力譴責 出去的 雨桂燃 我講回印度呢 因為亞里安人呢 藍餘 敏餘了之後呢 將他們的文化和宗教呢 都一直呢 傳走進南亞半島 印度半島 還要 紫箇德科ści就是印度的大陸上估 因為紫箇德科 它將它變成一個叫做階級觀念很重的總性制度來統治 總性制度有它的特別之處 因為它的總性分開了四種不同的階級 最早的階級最高階級是婆羅門 婆羅門也是他們的宗教叫婆羅門教 當年傳到印度 還沒有印度教 婆羅門這個總性是一個階級是當時最高的階級 她的成份就是婆羅門的教士、祭司 這些人在整個社會裡差不多比王族更加有權力 更加能夠控制的人 因為在很多地方來說 神靈是最高級的 但是可以跟神靈通道話 能夠交通到的 只能夠是神靈的祭司 或者他們大的教士 這些種族就叫婆羅門 那我在香港也認識過一個 它的總性是婆羅門的印度人 它是教儒家的 儒家聽聞是 這種現在很流行的一種運動 就是源於佛陀 源於他們的祖師 祖師師婆 不是佛陀 是師婆 源於師婆的一個創造警覺 基督教是反對信徒玩瑜伽的 它不是當瑜伽是一個運動 或者是一種柔軟體操 因為瑜伽本身到最後 就要有一種默想 這個默想一進入默想 就會進入另外一個宗教的境界 但是這個一神教是絕對反對的 所以信復基督教的人士 如有同時玩瑜伽 這個是有少少違背了教規的 好了 項門之後 之下就有一個階級 有一個總性的世界加盟 第二個階級叫薩帝尼 這個階級只是王族 只是武士 當時武士是相當之大權力的 因為呢 永遠都是講權力 最後來都是要講武力的 所以呢 它是軍事上 行政上的貴族 那麼 這些這樣的 那些薩帝尼的人呢 也是世襲的 種族是世襲的 種姓是世襲的 就是 剛才說完那個婆羅門呢 婆羅門的祭司呢 他們的子 他們的孫 都是世襲去做婆羅門 他們是不能夠 轉化做第二個總成 而薩帝尼也是 那所以呢 他們是內婚制 內婚制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是取回他們 種姓的人 做太太 那不能夠跟外 外族人更加不能 不能夠跟他 其他總成人通分 這個都不能夠的 待會我再講講這個朋友 他是一個婆羅門的總成 雖然現在呢 已經是 在印度憲法呢 已經取消了總成制度 仍然呢 在民間呢 是相當之流行的 那第三種呢 那些人呢 就是 那些人呢 就是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阿里安人 阿里安人 上港的 荷羅門 薩帝尼 以及今個講的 第三種總成 這種人呢 叫做 廢蛇 又是應音 那麼廢蛇 在正義上呢 是沒有特權 因為他又不是武士 也不是王族 更不是祭司 那他們是什麼呢 他們是 普羅的商業 普羅的階級的人 但是他也是 普羅門教 普羅門的 信教的人 而且呢 也是阿里安人 所以呢 這個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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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仍然呢 叫做 上三等的種成 慘呢 慘呢 慘就是第四種 第四種呢 叫守陀羅 這個呢 這些人呢 最早的時候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很有可能呢 是 非阿里安的種族的人 那他們呢 這個種姓呢 是做工人 事後飯桌旁邊 或者叫做容工 甚至乎呢 是一些手作仔 工匠 那但是這種呢 守陀羅呢 是 差不多佔了 全個 國家 最多人口的 一種 階級 反而呢 你大家都明白 阿里安人 來之後的普羅門 或者薩帝尼 沒有可能會多 因為他 他的 王族 或者祭司 是 有限的人數 好了 是不是這種 守陀羅 最低 又不是 還有一種呢 更加 使得人家 覺得低賤的 這個 就差不多呢 是 不能夠 出來見人 抬不起頭的 一種 種族 四個 總聖都不有 就叫做呢 這是 賤 陀羅 這個字 廣東話 讀賤 賤陀羅呢 是賤文的意思 那 在唐朝的時候呢 已經佛經傳過來的印度文化已經介紹過 這種是賤文 而且在那時候的一種錯覺 認為賤陀羅的人是很惡的 這種人生活是一個很缺乏物質 不缺乏食物的地方 他們是賤文 那他們做什麼呢? 做一些最污衛的工作 比如賭垃圾、清理糞便 甚至乎堵豬殺狗 他們不養雞牛 而且他們做一些財棺 或者埋葬這些低下工 他們也不能夠和其他四個種性的人通婚 他們不能夠踐踏其他種性人的影子 這個都犯法 都不行 可能拿去割了去都沒有 所以是很嚴格的一種政治分的階層的制度 那這種賤陀羅差不多是永無生天的 在那個年代的幾天 那在印度南方 還有一種叫做Darvidian 這種是比較矮小、黑的人種 那他們都是賤陀羅的一種人士 那這些人其實為什麼會受到歧視呢? 最重要是因為他們是被征服者 就是說在北面打下來的Darvidian 他們是相當會作戰 而本來居住在印度這個南亞半島的人 是不夠打,被人征服了 之後被人的文化、宗教全部佔領了 改變了他的歷史、改變了他的文化 然後將這些人趕到南邊 或者更加乎趕到過海去了石蘭 在印度的南邊還是很貧窮的地方 現在還有很多尊陀羅的族裔 雖然印度在獨立之後已經在憲法上改變了 沒有了古代的阿里安人造下來的總成 四大總成 也沒有了尊陀羅這樣的卑賤階級 也沒有了所謂禁止通訓 但是仍然在民間是盛行著 那說回我那個朋友呢 是佩羅門族的 他是最高 他可能他祖先都是一種祭司級 但是因為他很小時候已經練了儒家 所以現在呢 在香港呢 儒家的學校呢 可以淫教 而且呢 很受到一般的學生的歡迎 但是呢 因為他的婚姻呢 仍然呢 是 父母作主 最 顯淺的呢 就是好像中國以前 叫做盲昏馬駕 那我也講過這個故事呢 我朋友呢 一個印度籍的女子 她在香港大學呢 讀醫科 已經畢業了 已經成為醫生了 但是呢 一個這樣的高級分子呢 知識分子呢 她仍然是受到她父母的 婚婁架的支配 到結婚的日呢 她知道誰是她的夫婿 那現在當然呢 他們呢 也很幸福 那這個呢 維持回他們一個總性的習俗 那另外呢 覺得 你包頭那些 寫黑族呢 相當之神秘 其實呢 在香港呢 這個 啊 也有這間所謂的印度廟 那麼這間印度廟呢 可以說 是在 在 寫黑族 結婚的時候呢 大太賢夕 在印度廟 是人進去吃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親戚朋友 是大義親朋友 而且印度這個 生活習慣 她是 結婚的時候是 女家 把外父 出了所有的錢 如果家裡有幾個女兒 就痛苦了 因為 你要把 很多錢 擺走 使女兒出嫁 有一個 拍頭 留一個好的印象 當年 我去Victoria 和Albert 在英國的 物館 VNA的物館 也看過一幅 很出名的 油畫 油畫好像人那麼高 裏面就揮劃了一個印度的少女出嫁 這個印度少女出嫁 十隻手指 戴上金 戒指 身陀著很多金 腳 也是 很多腳的腳臉 都是 黃金 這個老爸 在他出嫁的時候 顯示出 他家族的富裕 和威嚴 給一個很隆重的禮物 給女兒 這也是印度人嫁女的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那 是要一個排場 相當大 但是現在呢 我們看回中國 現在排場更加厲害 如果你有去見過 我都參加過一個婚禮 那 新娘呢 我都很可憐她 帶了那麼多朋友 親戚朋友送的 金戒指導龍鳳馬 龍鳳馬都擺不上那麼多 那之後呢 用一條金鏈呢 敷著城村之後呢 掛了一個頸 都駝得很辛苦 因為金呢 很重的 這個密度很高的 好了 那 講完這四個總事之後呢 這個總勝之後呢 我們呢 今天的 如是我問呢 暫時呢 就會結束 為什麼要講呢 因為呢 星期日 星期六 我很希望呢 呂王呢 能夠 復原 她上次做了那個 生同樣的感受 她復原的了 應該呢 復原之後呢 可以跟我呢 再講講印度的神話 和印度的傳說 這些呢 都是呢 相當之有趣味的 而且她又 她去過印度 我就 我去過印度 我去過印度 我去過印度呢 就 三十幾四十年前呢 就 由英國回來香港的時候呢 路徑 要轉很多機 因為那時候呢 不是那麼多職航 而且公司派的 都是巴塔機 那麼 搭那個機呢 就要在 印度的 鎌碑 停留 在鎌碑這個城市呢 當年呢 我一下機呢 在窗口 看出去呢 打了個凹 為什麼呢 機場的跑道 會是很多人呢 還有些人呢 過馬路 過過跑道 再看清楚呢 原來兩旁呢 都是很多呢 就是 草造的茅僑 在那個跑道旁邊那裡建了 住了很多人民的 那就是說呢 機場並不是禁區 它的跑道呢 也周圍呢 是住滿人 那麼我打個凹 已經 哇 原來印度真的不夠房屋 至此 劏房都沒有 要大家住這些地方 這個邦碑是大的商業城市 很古老的商業城市 那再下機之後呢 我看一看 看一下門口呢 有 數千人呢 是準備等待我們的遊客 出外的 那其實我呢 就是去那裡 轉機而已 大約呢 要等七個小時 那我想啊 都不要出城市了 因為中間要經過這個難關 有幾千人在門口等著你 給一毫子都不行 那所以呢 我呢 就在機場那裡等這七小時 但是 因為呢 之前呢 我在無線工作的時候呢 他那個總經理呢 就在印度 染上一些怪病 他其實呢 染上了阿米巴 阿米巴 阿米巴菌 入了血之後呢 滋生 引致到他貧血呢 後來呢 死亡 所以呢 我呢 亦然敢在那個地方呢 食物 和進飲 他們的食物 他們的食物 那 唯一方法呢 就是 希望買美國的可樂呢 是安全一點 那 那 都不知道 是不是在那裡 要做 還是 有些人 另外 假冒入津 應該那個時候 三十幾四十年前 應該不會掛 那 那 一元美金呢 就買一支可樂解寒 那 你說的食物呢 幸好呢 那個 韓公司呢 有提供 西方的食物呢 吃些三文治 麵包 就頂著肚子 算數了 那 見到那裡的員工呢 那些婦女呢 就拿了個煙製盒 那時候還用了煙製 有煙製盒 鐵的 然後呢 裡面呢 是裝了一些咖哩汁 然後呢 那些婦女 拿了一些很硬的 我想 一看樣子 已經知道是 硬過食頭的麵包 或者是麵粉做的 烘做的 一些薄餅 不是 香港那些 那些 不是那些 那樣 然後呢 蘸咖哩汁來去吃 那相當呢 是一個 很貧積 很 很 黑苦的地方 那所以呢 經過那個 磅啤酒呢 我是第一次 去過這個印度 那現在印度 停了七小時 只覺得呢 那裡呢 是很熱 雖然呢 機場有 冷氣 有空氣調節 但是都不夠的 外面的天空呢 是很低 黃色的 天空 那 印象不是很好 那很多朋友呢 都去過 印度 都說 可以值得 去 瀏覽一下的 文明 但是我呢 比較喜歡的地方 想去的地方 印度 就是果亞 果亞呢 在印度的 西邊 當年呢 是 葡萄牙的一個 小小的殖民地 佔領了那裡 作為一個 把手要塞的海港 但是 當年的建築呢 葡萄牙的建築呢 仍然呢 沒有拆到 很難在那裡 還有很多 葡萄牙和印度的 文化相構的 建築物和食物 那應該呢 去見一下 開眼界 那有生之年呢 希望呢 可以 跟李王呢 去那裡 她是葡萄牙的 去那裡 學習 見識一下 那今天的時間呢 差不多 那麼 星期六呢 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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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